我要告诉所有人 小九里骑马蓝锦石子奔甲大小姐 是大毒草 接上集 昔日学生来帮忙摘殃 小九准备赶他们回家复习 学生却坚持要帮他摘完殃再走 他也猜到这应该是校领导派他们来 请他回去继续教书 于是到水泥厂菜市场买菜 好好款待一下学生 离开菜场的时候 他又遇到了昔日的好友江月 江月买了一双女士纯皮鞋 36码的 小九心里顿时腾起一抹警觉 江月又没有女朋友 也没姐妹 买女鞋干什么 而且还是七七的马 七七的生日快要到了 难道是送给七七的 最近还在效仿曹梦德吗 喜欢别人的妻子 真不知道怎么想的 想必这世上最希望我和七七离婚的人 不是夏和花 不是陆美兰 而是江月 这家伙特别能沉得住气 很少在七七面前刷存在感 但七七一旦遇到麻烦 她是真是 就算上一世 她和七七感情不好 也容不下别人觊觎她的老婆 所以刘昌盛那一句 把七七给她玩多好 就算让她成了刘公公都没解气 江月敏纯没说话 别打我女人的主意 否则别怪我心狠手辣 不讲兄弟情分 你女人是牛妃妃吧 放心 我看不上她 江月故意拘解她 说完淡定走人 小九吃了个窝囊气 就要追上去看她 几个发小赶忙拦着 悄悄气 阿九 俗话说得好 兄弟如手足 女人如衣服 那是你没听全 兄弟如手足 女人如衣服 你若想穿我衣服 我就先断你手足 啊 小九眼里泛着杀气 英智地盯着江月的背影 上一世江月临死的时候 向七七索要一缕青丝陪葬 青丝就是情丝 以发代手 就相当于七七与她合葬了 你说这气不气人 江月死于悬崖爆炸 享年28岁 也就是今年 不行这一世我不能让她死了 她也别想得到七七的头发 阿九 没必要动气吧 谁的媳妇还不被别人惦记 正常的 你不也惦记人家牛妃妃吗 对啊 何况江月并没有做出格的事情 是你自己前几天说 要去大城市打拼 走之前离婚 然后江月才上心的 这双鞋就是那几天定制的 今天才拿到手 刚拿到手 还没来得及送七七 你就反悔了 不光不去大城市了 还不离婚了 江月还为此喝了好几天的闷酒 还申请调到最危险最累的悬崖车间 就是想分散对七七的执念 算是够意思了 小九听完几个哥们的讲述 心里微微一沉 江月已经调到悬崖车间了吗 和上一世对上了 只是上一世 江月应该是被七七拒绝 心灰意冷才掉到的悬崖车间 而这一世 是因为我回归家庭 江月看不到希望 算了 想到这里 小九追上了江月 江月以为要打架 活动了一向万关节 表示奉陪 没错 我就是喜欢七七 只要你对她不好 我就会用这一生 陪你一路到底 你一个短折而死的人 有什么资格和我说这话 还一路到底呢 能活过这个月吗 一把狗狗江月的脖子 附在她耳边说了句 回去好好检查一下悬崖车间 要炸了 什么意思 江月微微侧眸 看向陆九 两人的脸特别近 离远看 就像要亲在一起一样 我的天 原本追过来想要劝架的人 此刻都震惊的集体打了个猎钱 两人看起来跟恋人一样甜蜜 什么情况啊 这是 难道小九吃醋 不是因为江月寄予七七 而是妒忌江月对七七太好了 众人惊呆了 压根不知道 对视的两个人 根本就是刀光剑影 恨不得将对方一招致命 意思就是 悬崖车间 几十号人的性命 都在你手里攥着 回去仔细检查一下 看哪出的零件有没有出问题 话落 小九松开了江月 两人又互相对视了一会儿 江月才奔跑着离开 小九知道 他定是回去检查了 希望这辈子悲剧不再发生了 在个人的恩怨和大是大非面前 他选择后者 小九回到家 立刻玩起袖子做饭 不一会儿路巴巴也来了 他本来是去稻田帮忙的 但妖苗马上栽完了 七七让他来烧菜 见小九已经做了一大桌子的 凉盘热潮 陆巴巴不由的心生敬佩 九哥这厨艺 分明是大厨的水平啊 他怎么什么都会 九哥 我干啥 你把藕袋切成片 用开水窜一下 一半凉拌 一半粗腔 好那 九哥 给陆巴巴派好任务 成了个红烧狮子头 在小碟子里 为女儿吃 呃呃呃 隔壁院子里 传来夏荷花的声音 爸 你去送饭 小九提醒老爷子 以后要么你送 要么我送 别老指望我媳妇 他很累的 爸送 儿大闭母 你也少过去 陆老爷子盛好饭菜 来到隔壁院子 看着满院狼藉 不由的感慨万分几天前 躺着的还是他 现在换人了 吃吧 陆老爷子将饭菜 递夏荷花手里 夏荷花狼村鼓烟扒了起来 饿好几顿了 昨晚喝金饱 陆美兰都没给他吃东西 吃饱喝足后 夏荷花擦了下嘴 然后提出要求 让琪琪来 给我安退 给我爱舅 我退吗 你平时要是对他好些 也许他能给你安 如果他不给我安 我就把小九里审施 舍持去 小九之所以能上大学 那是因为我成分好 如果欢成他的琴妈 他有资格上大学吗 蓝锦客师背叛了私刑的 闭嘴 陆老爷立声打断 我就不必 我要告诉所有人 小九里琴妈 蓝锦是子奔假大小姐 吃大毒草 吃 陆老爷一巴掌扇了过去 扇完剧烈咳嗽起来 门外 来喊公公的琪琪 听到他们的对话 震惊不已 蓝锦 小九的亲生母亲 太好了 阿九有真正的妈妈了 玲玲有奶奶了 可惜 背叛了死刑 琪琪醋了醋眉 姓蓝的资本家 曾经听老一辈人讲过 蓝家曾斥炸十里洋场 风头一时 不过被清算 好像已经灭门了 难道婆婆就是出自这个蓝家 夏和花肯定知道很多内幕 不行 我得想办法从她嘴里搞清楚 小九的身世 琪琪心里已经有了主意 悄悄退出院子 假装什么都没听到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